新议会的副议长徐雪玉 他也是针对了寿风乡地域方建设提出建言 包括了自学车站前兴建停车场 全民住宅 自学新世纪兴建道路 还有东华大学连外道路 博游重新铺设 以及防范风飞沙等问题提出了执行 欢迎前回副议长徐雪玉 并且针对自学车站需要一处停车场 以及全民住宅 自学新世纪兴建道路 东华大学连外道路铺设博游 防范风飞沙 以及设置等建设提出建言 我们的孩子呢 东华大学的 还有我们当地的民众呢 都能够很好地停车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如果小孩子呢 如果联系假日 他们要回去的话 会造成小朋友停车的问题 那所以希望我们 有心的我们的厂商呢 能够去来标这个工程 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地得标 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前民住宅 还有我们自学的新世纪的500户的这个 这个社区里面的道路呢 因为他们呢 要如果要由管委会来铺设这个道路的话 费用相当的庞大 我想他们也没办法来做一个支付 这样的一个道路修复 那所以在这里肯托我们的县府团队呢 能够以这两个社区呢 能够来协助他们 让他们的道路呢 能够平坦 去年度呢 北边的这个道路呢 我们县府已经铺设完毕 不过呢 南边呢 这个区块里面呢 还没有铺设的部分 是请我们县政府 能够来积极地 让我们的这个道路能够更平坦 再来就是我们的 这个花莲溪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非常的长 那个可以说是在东北季风的时候呢 会造成风沙 飞走得非常的严重 所以在这个区块里面的这个东北季风来呢 可以说是让我们民众饱受这样的一个空气的不好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的这个九合集 然后跟我们的县府 是能够把这个区块的这个道 那个风沙走石的这个部分呢 在东北季风的这个前夕呢 是做好防放措施 台九县跟台十一柄的这个部分呢 有做富佑岛 让我们这个长辈呢 做轮椅的一次过三十米道路 没有办法一次过的时候呢 可以在中间的安全岛上稍作休息 有这样的一个措施 每一个路口都会做 现在呢就有我们的这个高架桥的底下呢 因为我们高架桥在那边 所以没有办法来做这个富佑岛 那这个高架桥呢 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人在走这个天桥 所以我们也希望当地的机民 也希望说这个路桥是能够把它拆除 让我们的视野更好 也让我们的长辈呢 能够行驶的时候呢 能够更安全 因为第四工程处呢 这个公路局呢 第四工程处他们呢 会再做一个富佑岛 让我们的长辈 让我们的小孩呢 能够安全地通往这个三十米道路 副委长徐雪表示 收封地方建设 需要幸福大爷的支持和协助 希望透过县镇总执行 来表达名义的需求来建设地方 记得请你欢迎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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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